大家好,我是钢琴学堂的周老师 OK,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一开始练琴的时候的一个标准手型 很多小孩子因为找不到标准手型 而找不对发力的方式哭闹 那我们总是说 手放在钢琴上的时候 像有一个球在里面支撑 但我们不可能每一次练琴的时候都去找一个球 那我们最好的朋友呢 就是我们的左手 当我们左手握拳的时候 右手放在左手上面 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支撑 当你把手放在钢琴上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第一掌关节 第一关节,第二关节都是挺立的一个状态 包括你的掌关节也都是有support,有支撑的 这个时候你的腕子稍微放松一些 我们就可以在钢琴上面演奏了 我们的掌关节是从这边开始抬的 三指,四指,小指是在这边 而我们大指我们是要看这一边 而有一些小孩子的手比较大 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下我们的膝盖 当我们的膝盖折起来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球 我们把右手放在上面 然后放松 你也就得到一个非常标准的手形 当然手形是一切练琴的开始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为了手形而放弃你的手腕放松 和你的大臂放松 你手形是为了你更好的去弹出那个音去做准备 你也就得到一个比较大臂放松